在台北吃過很多飯 但是都沒有我們鄉下的味道 回來就想要說 不如把自己種出來的蠔米 介紹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讓他們嘗嘗真正鄉下的味道是什麼 我先生我婆家這邊種的品種有很多 我們自己吃的是139號的這個品種 當然是因為這個品種 它是我們關山區這邊種的泥種裡面 算是目前最穩定的品種 當然其他的品種也都很好吃 不是不好吃 但是就是這個品種 它口感比較穩定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用這個品種來試試看做行銷 而且其他地方的親友 也沒有機會吃到這個單一品種 所以我們就決定用這個品種 那這樣子傳承的意念 一定是要用最傳統的方式去呈現就好 我們本來沒有去思考很多 其他的比較會 比較商業氣息的商店名字跟品牌沒有 我們就單純的想說 用媽媽的名字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用阿妹米這個品牌 來做我們一開始設定的方向 那最主要的客人來源還是在台北 台中高雄台南這些大都市 那他們準備知道我們的東西 有一開始我們初期的親友開始推薦 然後再來就是網路上面 臉書上面 然後有鋪一些文章 然後呢 當然我覺得還是 最終還是要回歸感謝我們整個觀山區的 米質跟環境真的就是很好 所以它本來就有一些名氣了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有一群年輕人 大概是兩年前差不多 就有一票高雄的年輕人 然後就來這邊 然後就說要買我們的米 然後就買回去了 然後買回去一段時間之後 原來我看到原來他們是自己做日本料理的 他們那一票年輕人也是創業 那他們就想要讓他們的客人能夠吃到不一樣的米 可能網路上有看到我們的訊息 就來我們這邊買米 然後就回去了 然後回去市主了之後 他們就決定是用我們使用這個1392的品種 那其實我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會決定用我們的品種 你吃那麼多家 他就說以他們做壽司來講 他們會去比較說那個品種適不適合 那他們收集到的情報就是 這個品種最適合他們 所以呢他就跟我們定了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想法 我們就會很開心 因為都是創業過來的人嘛 那如果說他們願意花時間來找到我們 那我也是很願意回饋他們 那我們也希望說 各位會有機會來到花東種古玩的時候 然後呢你從台東下來 吃上觀山然後鹿野 然後這些地方都是很多很有趣 又很好玩的一些企業 那如果你來到觀山的話 除了騎自行車之外 也可以呢找得到我們很多的小農 也可以找到觀山阿美米 然後也歡迎你們能夠花點時間 來認識我們 然後來吃好米 然後住漂亮的這些地方 然後吃好吃的原住民的美食 這樣